假日诊间不多 诊所内一排坐满没位子 外面还占好几个 营业一小时已经看超过20人 光一般患者就这么多 更不用说3月20号起确诊免隔离 染疫个案也会来这挂号排队 目前连这个最后的防线 其实也都破了 冲击最大其实是幼儿跟幼儿的家长 常规的疫苗等等 健康的健康检查 他们来诊所的时候 也都必须要被迫 跟一些有病的民众在一起 诊所空间就这么大 无法执行动线分流 医师分析 目前每周至少看50名确诊个案 取消视讯后 等于这50人都可能涌入诊所 诊所可能会特别危险 就比如说我们只是小感冒 那我们可能来就会碰到确诊人 我觉得还好 因为这个以后应该就是个趋势了 就是不管如何 它都是一定会混在一起的 所以你也不晓得有没有人有 所以我觉得自己顾好自己就可以了 看视讯病患的人 其实比较花多一点的时间 可能甚至会到接近两倍的时间 那对我们来讲 当然是比较轻松 你如果有这么多这么多的染病者 同时集中在一个医疗院所 其实诊所里面的那个病毒的 那个密度其实会高非常的多 担心诊所内群聚让感染扩大 专家呼吁至少给一个月缓冲期 先观察一下 不过指挥中心态度坚决 视讯服务确定取消 只剩下3D离岛 偏远地区和租宿机构的肚明 是可以继续采取视讯阁量 一般亲证个案回归常规 统一采实体看诊 只能多宣导 就一时主动告知自己染疫了 三立新闻林文山登加宣